十一二十日 陈百祥出席陈志云主持的电台访问 昨日因台庆从发沙豪雨破三十点收视 就拱电视台这三百万给慈善机构 破二三点就跪回家 被陈志云质疑 每年台庆都有三十多点水平 乐哥会做何回答呢 三十点的收视有没有信心 哎呀 不会没信心 没信心就不讲出来了 我怕是超过这个三十点 令大家比较难受就不好了 最好是刚刚三十 关于这一次的话题 有人也说乐哥将一些负面的新闻 都揽到自己身上 乐哥能厚得住吗 负面新闻是新闻自己写的负面新闻 我讲的负面新闻是 写不好新闻的新闻子 跟不好的传媒 所以完全跟我讲的完全不同 听不懂看寂寞 看来乐哥还挺幽默的嘛 乐哥讲自己也不懂得新闻的操作方法 但被陈志云问到 今年公司太兴趣 问哪一步时 乐哥就怎么也回答不上来了 我说乐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 平时也要抽点时间 做个节目 看看电视 了解了解啊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如果不是那个话 我们先时到达了قي多了 记得他需要 看来无论 那就会说 现在 我们期待 我们期待 所以 我们期待